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贸易战是一个火溶金的现象 由于美国本身是属马的火 而特朗普刚好是马月 所以造成了美国火很厉害 中国生于11日所谓是鸡月 这个鸡通常如果见到五火 在一个水的环境是大家是朋友 但如果是一个很热的环境 这个火就会溶金 就会产生了毒性 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一个密码 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就是火溶金的现象 在国际的舞台上引发到一个很火的国家 去对一个金的国家的斗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要看在中美的过去 他们最好感情的时间 在1972年尼克逊访问中国的时候 那个时间的毛泽东的八字 特别是尼克逊的八字 和那一年的八字 全部都是和止水有关的 所以换句话来说 在美国和中国互相之间的友谊 是建立在一个子的密码上 而今年这个子字 是去到年尾的时间 12月8日到1月8日的时间 就是止年止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会认为今年的12月份 是应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 和中美之间的磨擦 是会到今年的12月 是会突然间这个月是和门的迹象 而这个和门的迹象 去到明年的新丑年 其实是对中国和对美国这两个地方 都是提供了一个散热有功的密码 所以我认为 就是很乐观地认为 今年一过了这个12月8日 就是入了止月之后 是应该止年止月 是中美的争拗 和中美那种的斗争 是随着这个火融金得到水泥调却的状态之下 是获得舒缓和获得转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回头 特朗普他本身会不会连任得到呢 其实就是看这个西历 也就是这个星期的8月8日到10月8日 这两个月里面 是很多金水来的时间 特朗普会不会利用这个金水呢 是令到他翻身 因为特朗普他最低沉的时间 其实就是微月 就是刚刚这个月 所以他的声望和各方面 是去到一个高低 而这个月就是拜登的密码里面最旺 但是拜登一过了8月8日之后 他就有两个月是非常之麻烦的 所以会不会在未来这两个月 这个的拜登是出问题 而给特朗普是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 等于上一次特朗普选举的时候 他也是跟希拉里 是打到最后的时候 很多人都仍以为希拉里的选动 而特朗普是突然间异军突起 当然秘民里面有什么门 通什么门通什么门 但是会不会特朗普在8月8日之后 是有两个月给他转化自己的运政 而是有扭转乾坤的迹象 那我就提一件事 因为美国的大选 今年的日子 那一天就是一个衰日 衰日我已经跟你说过 就是特朗普走过10年 无需大运的时候是最坏的 是谷底的 是破产 兼且是谷底 所以今年选举日 其实对特朗普是不利的 那会不会他来的这两个月 扭转乾坤的同时 是因为一个不知什么的现象 是使得选举那一日是退后了 而我帮他计过了 只要他退五日 他就可以由一个衰月 走入为一个害月 而害月就是他当年 翻山的密码 因为完全变天 完全变天 所以如果特朗普 在未来的这两个月 他用什么手法 增加他的民望 第二件事 而拜登又会出事 而特朗普又用他的神通 是将他的选举日 是因为某些理由 去退到五日以上 其实特朗普是有机会 可能会选到 但无论选到或不选到 这个就是你 各位网友 你们本人的政治的取向 就是你喜欢他选到或不选到 我无关 但我只不过是以八字述数 来评论 我述数的人 一定要超然 因为不超然 我们就不冷静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 投入任何一个阵营 要出三界外 我不可以 当我叫他来做他 国师 我都不会理他 理由就是 因为我们一定要 是很持平的 所以很持平地去看 世界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政党的现象 所以 原则上 我们就个个都不帮 也是个个都帮 即是说 我们是採取中立的 所以 换句话说 就分析给大家 现在的战程 大家是这样 但是如果 8月8日之后 这个瘟疫的情况 是继续没有好转 也就是说 特朗普 在8月8日之后 他的名望和声望 是没有转化 即是说 原来的瘟疫 都跟特朗普的前途 挂了勾 如果这个瘟疫 是没什么事 特朗普是倾向于好运 一些的 如果这个瘟疫 更加恶化 特朗普固然 在政治上 是没有那么好运 因为个个多瘟疫 但是其实在密码上 都是伤害他 所以没有瘟疫 特朗普是生一点 有瘟疫 是差一点 因为瘟疫的密码 就是特朗普 温敦的密码 和选不到的密码 所以我们已经找到 其实这个瘟疫的密码 就是率土 而率土 就是特朗普 最不喜欢的密码 所以如果瘟疫继续恶化 其实特朗普就可能选不到 但如果这个瘟疫转化 好了 其实特朗普又会有机会 翻生算得到 所以我的看法 就是要看 特朗普在这两个月的程序 是如何 以及那个率子 到底会产生什么抗疫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两个月的瘟疫 这个受控情况是如何 亦都可能有些蛛丝蚂跡 可以看到 而这个率子 林记记住 就是它是一个热肚 只要我们有两样在旁边 是可以拔掉这个热肚 变成金 就是这个叫新金和有金 因为新有之金 随着率土 就会会成三会金局 所以其实这个率土 要对付它 是用新和有 而这个月 未来这个月就是新月 下个月就是有月 都会拔掉这个瘟疫 是向好的冰原发展 所以我都是比较乐观 去看八月份 是应该有好转 好转方面我们从两方面 一方面可能医疗 是 提升了 第二 就是说死亡率 是差不多接近到 越来越低了 就是有这个病 都不用死的 第三样东西 就是说它依然存在 但是只不过 好像一个流行性 那样 是没有大不了 就是共存的 是的 就算染了也不会死 或者染了之后 只吃药就可以了 是 这样的情况 我是倾向于 这样想这个瘟疫 如果你想这件事 是完全没有了 我相信是比较难 但是有机会 控制了 就是这两个月 我们最寄望的 所以希望来近这两个月 特别是在九月八日 到十月八日 这个月 是希望能够真正这个月 是找到一个十足把握的一种特效药 是可以医治这个疾病 于是令到整件事 就获得一个转化 但是记住 瘟疫的转化 也就是等于特朗普 他的正途的转化 是倾向于好的转化 所以整件事里面 是互相挂勾 互相扣住的 但是从任何角度来说 八运是大利北变 大利北变的意思就是 凌晨方在北变 是水的方便 所以如果以香港来说 北变 当然就是代表着 这个九运 大湾区一定旺 所以也看得到的形势 也就是说 未来香港的希望 其实都是要靠大陆 因为大陆的人不下来 就没得消费 第二就是如果大陆能够通关 我们回到大陆也是方便 整个中国大陆 我们都可以在大陆里面去旅游 持并期间 投资等等 所以未来香港的风水和运 其实都已经是 撥向了大陆那边 所以造成了 成为了香港未来 都不是倾注 一个所谓 叫做国际大都会的角度 是慢慢都是要倾向于 回到中国的一角那边多些 所以国安法说要倾向于一角 其实也没错 风水上的确如此 但是香港人是倾向于国际 也是一直是国际大都会 突然间只是倾向于中国 当然这个就不是一个理想的结局 最好能够两边都谈 又谈谈去国内 又谈谈去国外 又谈谈去国际 甚至谈谈全球 整个地球 香港人第一个登陆火星 所以未来怎样都好 香港人要自强不息 一定要努力 所以香港人是一个福地 所以香港人是有福之人 香港地是福地 大家要继续享受香港的所有福气